清明将至,又到了慎中追远,孝子贤孙行孝的日子 清明节是华人传统节日,也是最重要的祭祀节日,是祭祖和扫墓的日子 扫墓俗称上坟,祭祀死者的一种活动 汉族和一些少数民族大多都是在清明节扫墓 清明、端午、中秋和春节,被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同时,清明也是24节期中的第五个节期,唯一一个演变为民间节日的节期 清明节并非当天才能进行,在清明节前后15天都可以挑选出最适合的吉日前往祖坟扫墓祭祀 另外,从扫墓及时表挑选扫墓及时,也要确保没有与自己和家人生效相冲 2020年清明节正日落在年4月4日 清明正日开丑日,属于大兄,鼓励池一天,4月5日,家中祭拜或上山扫墓 除了挑选良辰吉日,在扫墓过程中也有许多禁忌一定要避免触犯 在太阳下山之前 早上的扫墓就是在早上7时到下午3时,因为这个只是阳气阵望 不要在天还没亮或者日落西山扫墓 因为这个时候阴气已经在慢慢增长,时运低的人很容易会招惹阴灵缠身或骚扰 不适合参与扫墓祭拜者 3岁以下孩童,重病患者,大病出狱或刚结束手术及来例假的女性 不建议前往墓地 祭祀顺序 正确的顺序为修整墓地,上香,上肉,敬酒,拜祭和送别 拜祭穿着 扫墓当天千万不要穿大红大紫艳丽的衣服 因穿上素色的服饰,表示对仙人的礼貌和重视 扫墓时不可嬉笑怒骂 这样做是对自己的仙人不尊敬 同时也不能践踏别家坟墓或对墓穴设计评头论足 不宜在仙人墓地照相 在墓地里最好不要随便照相 尤其是拍摄别人的坟头 最好不要陪同扫墓 不是自家人最好不要陪同前去扫墓拜祭 例如男女朋友陪扫墓等 既做别人坟头 扫墓即使累了 绝对不能坐在别人的坟头 这是非常不尽的行为 容易冒犯王者 建议可以自备以自休息 坟头长草必须修整 扫墓时 如果发现墓碑破损或坟墓上有植物长出 应立即修补 避免选择不熟悉的路线 前往祖坟路上 选择自己熟悉的路 不要试图走捷径 一来是不安全 二来是容易有不力的气场静生 感谢观看与大家热心支持我们 我们下回再见